海口一路段发生路面塌陷一辆小车被吞,2018年8月14日,22时时分续海口,士丘海大道由南向北方向水头村附近路段突发路面塌陷一辆红色马自达车,掉入大约宽3.5米长4米的坑内海南日报客户端记者现场采访了解到,目前无人员受伤掉入坑内车辆表面受损,以自行驶出来源媒体。 视觉中国据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市政工作人员介绍,出现这种情况或与海口连日暴雨有关塌陷,路面下方正好是排红沟,暴雨导致积水过多时路面出现塌陷,目前市政排水人员已到达现场,打开位于塌陷部位附近的井盖进行检查,以进一步确认塌陷原因。 交警也已到达现场指挥交通丘海大道暂无拥堵目前,路面塌陷部位已连夜启动抢修工作,相关部门也将对丘海大道沿线进行检修。 丘海大道道路塌方,现场南海网记者刘洋,是据爆料人彭女士介绍,一辆红色马自达车掉入坑内,造成附近交通较拥堵记者赶到现场采访了解到,目前无人员受伤掉入坑内车辆表面受损,已自行驶出目前。 市政工作人员已经赶到现场据工作人员介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海口连日暴雨有很大关系塌陷路面,下正好是排鸿沟导致积水过多路面出现塌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